大家好 可能很多话有认为 当这个兰花开完花之后 消耗大量的养分 及时的给它大水大肥的养护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养物方法 因为兰花开完花之后 它有一个短暂的休眠期 这个休眠期就大概有15天左右 那么这段时间是不建议大家给它施肥的 尤其是不建议大家给它使用一些塑效肥 因为兰花短暂的休眠 如果肥多的话 那么它吸收不了肥料 这个肥就会残留在它的根部容易产生肥害 我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给它静养大概半个月 如果说大概在这个时候有这种椰母复合原液的话 最好给它浇灌一次 因为这种复合原液它不是肥 它也不是一种药 它里面主要含的是一些有益活菌 也就是植物所需的一些有益活菌 比如说光合菌放线菌 还有乳酸菌 还有酵母菌 那么在这些有益菌的作用下 它可以分解土壤中的有机制 转换为养分 同时又可以增加植料中的兰花共生菌 因为兰花吸收养分 它是以共生菌相互提供养分的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产生烧根 而且又能保证 这个兰花的根系变得强壮 提高它的光合作用 那么等到它过了短暂的休眠期 就可以快速的恢复生长 当然了它恢复生长之后 我们也不能给它大水大肥 一定要逐渐式的增加 比如说用这种兰科中用有机氧液 按照1比1500的比例 先给它用上半个月 以后再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慢慢增加 这样的话就不担心这个兰花 更系有问题 而且又能让这个兰花提高抗性 提高光合作用 所以这个花后的兰花 我们养护一定不能急 一定要把握好技巧 有个组件式的扩度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